这是前段时间在咸鱼购买的苏美胎4B2GB版本 价格是200块钱包邮 根据那个老板的说法 他说他是买去挖矿的 然后现在好像挖矿挣不到什么钱了 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呢 拿出来到咸鱼上面重新卖掉了 然后他那里好像有一大堆吧 而且好像不止一个老板在卖这些 有很多个的 这里一大堆的东西就是200块钱包邮 有这个网线还有电源适配器 可能比较值钱的是这个金属的外壳 这个外壳淘宝上面查了一下 好像要20多块的 刚看的话感觉他的体积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如果把这个外壳去掉的话 这个可以看到这个组绑其实是很小的 内存卡的卡槽位置是在后方的 我们如果想要装系统的话 必须呢把系统装在这个内存卡里面 才可以启动这台机器 而这台整台机器是可以当成一台主机的 但是他的大小只有一张银行卡的大小那么大 和以前那些使用DC电源接口的矿杂不同 树莓派使用的是Type-C接口 所以呢你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机充电器 给这个树莓派供电 而如果你想接显示器或者接电视的话 你可以去买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在拼多多上面2块8包有买的 非常的便宜而且用起来也还可以 外观方面就介绍到这里吧 接下来讲一下怎么启动这台机器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系统镜像 这里我选择到清华大学的镜像站上面下载 树莓派是有很多个版本的 而且呢它同一个版本里面还有分这个不同的系统 之后使用镜像工具把这个镜像的写入到内存卡里面 接下来讲一下 接下来讲一下 这就是使用树莓胎 4B作为桌面电脑的使用体验了 那我感觉处理一些比较简单的任务 比如说看一些文档啊 看一些比较简单的视频啊 树莓派还是可以胜任的 但是做更多的事情 我感觉就还是不太行吧 虽然它的性能已经是现在最强的树莓派了 而且我之前有查过 它这个性能是比那个斐讯ME还要更强的 但是感觉表现也还是一般般 我感觉有时候还是比较慢一点 反应比较迟针一点 再加上呢 我本人也基本不可能是使用这台树莓派 来作为我的这台主力电脑嘛 所以我就打算把它这个桌面系统呢给关掉 在设置里面呢 可以把它设置成启动之后 就进入这个命令行的界面 重启之后呢 它就不会再进入那个桌面系统了 这样可以省掉一些资源来 让它单成一台服务器来使用 之后启动后就只会显示这个了 不会进入桌面系统 这样改完之后就可以用其他的电脑来控制这台树莓派了 那么这里我用SGL来连接 这里的主机呢 可以到路由器里面查看IP地址 也可以跟我一样填写这个树莓派的主机名也是可以连接到的 这里有一个默认的账号和密码 所以一共就填写这三个地方 这样就可以连接到这台树莓派了 这样这台树莓派就完全可以单成一台服务器来使用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作为这个服务器用 觉得不爽了想要重新把它当回电脑主机来用的话 也是可以改回去的 在树莓派里面用这行命令可以进入试制 这里少打了一个i把它重新加回来 它会进入这样一个图形化的界面 在这里面可以更改一些内容 比如说系统选项里面的第一个就是可以试制WiFi的 而第五个的boot就是可以让我们选择启动之后 这台机器是要进入命令函的界面还是进入桌面系统的环境